Fill TV Pizza Hut 扭拍大批鬥 最好的批才能留下來 啪 自己開機 RUNNER 怎知道 扭腦 是 啪啪 爆脆 Pizza Hut全身松露海黑 怎知道扭腦批 和黑醋拔馬啪啪爆脆批 和松露車女點點像 接味扭 點啪 想不到這麼巧 加上它們 開啪落單吧 X-Wallet帶來全新形象 全新可能 X-Cash AI 無妙前批 247 即批 即獲數 由X-Line 真AI 無妙前批 到X-Pay 才賣後扶 迎新早上高達1300元 X-Line X-Line 中谷借錢更要還 別給錢中介 你又死到黏著一架 為何你的功課全部打卡叉 剛才那件事 千萬不要告訴我老婆 騙不掉 無妻不在的同事 麻煩各位家長坐好 由於太多的過失 我肯定我教他的 足夠應付他的學業 還是太小吐準則 我們真的會搞錯呢? 港版信興界為你承軒 反喜扒線聯盟2 8月12日晚9時半 歡迎收看大明大方 政府正式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 取代了原有的資科辦和效率辦 我們今天請來數字政策專員 黃志光先生 跟我們說一下 到底數字辦將會如何推動香港 成為智慧城市 以及對於市民的生活來說 又會有甚麼方便之處呢? 黃先生 你好 榮英 你好 想問其實數字政策到底是甚麼? 以及接下來數字辦 會不會有一些KPI 或者具體的工作 是立即會開展的呢? 其實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 是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提出的一個推動 我們政府應用科技 以及用數碼轉型 政府服務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簡單來說 其實數字政策辦公室 有三大個工作的範圍 一個就是數字政府 另外就是一個叫做數據治理 第三個就是數字基建 如果說和市民相關的 很明顯數字政府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我們希望我們的目標 就是數字辦 希望可以推動一些政策 就是希望可以以數據 以市民 以及以結果為目標 為本的一個政策 以及一些措施 可能很空泛 所以我講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你就會明白 譬如說市民 現在我們日常接觸的政府服務 就算是用了一個叫做數字化 提供一些網上服務 或者一些應用程式的服務 很多時候都是流於傾向以部門為中心 或者以部門為本 這樣去分隔它的服務 但是對市民來說 他對著政府 他希望是一個政府的服務 尤其是一些 是牽涉幾個部門的 不同的單位 去處理一個申請 使用這個為例子的話 就會突顯到現在我們推動 這個數字政府的服務的不足之處 這是不理想的 市民希望 就是說 我是一個政府 你幾個部門 大家協助 令到我要申請的服務 可以達到那個結果 所以以這個結果 做一個出發點的話 我們就需要將政府部門的服務 要整合 串連在一起 然後令到市民提交一次申請 就不需要重複申請不同的 或者不需要重複提交相同的資料 又或者有時候 很多時候就更加是 我向一個部門做了一個申請之後 這個部門給了一些結果 我要向另一個部門給他這個結果 然後才可以繼續我的申請 這件是非常不理想 所以我們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市民為本 就是說市民想看到的就是服務的連貫性 講到都想一網通辦有一個好些的平台 但是講到保安方面都是不可以少的 早前微軟那個系統的出現了一個問題 故障 全球很多地方都受到影響 包括香港機場一些航班的服務都有影響 但反而香港政府和內地好像都沒有受到影響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是否有後備系統 還是有沒有一些預案 是之前做了一個經驗 可不可以跟企業分享 其實數字辦其中一個重要的職能 就是確保政府的服務運作暢順 以及保護政府服務的網絡安全 這個都是數字辦其中一個重要的職能 就著剛剛之前那個事件 其實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 特區政府因為沒有用到受影響的軟件 所以我們的服務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其實整體來說香港一般的業界 其實影響都不是太大 只不過是因為有一些航空公司 它在用中央的平台系統 是一間跨國的公司提供 而那間跨國公司提供的平台 有用到受影響的軟件 所以就會受到影響 連帶他們的服務都受到影響 其實經驗是甚麼呢 首先當然我們不可以 純粹依靠一個單一的平台 或者服務 去提供你的機構或者部門的服務 一定要有一個後備的預案 另外就是上一次的情況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那個軟件本身 其實它是定期要做一些更新的 而做那個更新就出了一些問題 導致那個系統不運作不正常 或者影響了其他的系統 這裡也有一個經驗 就是當我們做一些系統的更新的時候 一定要做足一些測試 還有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叫做可控的平台 先做一個預備 然後測試了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先廣泛地推出去 這個都是政府 我們行常做一些系統更新的時候 記得一些我們叫做back practice 即是良好的作業模式 這些都是業界可以參考的 剛才說到不要依賴單一的平台 或者是某一個軟件 其實現在政府是不是都已經 行常的做法都是由一些後備的系統在用 或者內地的做法 即是內地這次都沒有受到影響 其實是不是都是有後備系統 內地跟我們那個情況差不多 就是因為那個本身受影響的軟件 就在內地裡也都不是很流行 也都不是說留意到它是有一個內地的市場 所以就變了那個影響就非常之微 至於說後備系統那裡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開發一些大型的系統 尤其是一些牽涉我們不同部門的一些核心的業務系統 我們本身那個建議 都是需要那個系統做一些適當的備份 或者是適當的一些後備系統 甚至乎有一些比較大型的 比較核心的系統 我們是需要它 是我們叫做有個雙軌的一個安排 就是說平時日常運作的時候 都已經是有兩個系統在互相backup 我們這些叫做hot standby 或者是一些叫做dual operation 就是說一起去運作 那一方面就可以分擔了那些工作量 另一方面就是說一個系統 如果真的遇到什麼情況 或者譬如說是一些硬件軟件的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那個系統down了 那其實另一個系統可以無縫地 就去take up 其他那些工作 所以對一個用戶來說 其實它是不會察覺的 那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那當然也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業務可持續的一個計劃 就是說譬如說 因為電腦始終就是 你都不可能預期它百分之一百 是會不斷地這樣可以繼續運作 那可能如果有遇到一些事故的時候 譬如說真的復收不到的時候 那你那個機構或者那個部門 你那個叫做business continuity 就是我們做演練 講到定期做演練 之前政府就說會下半年的時候做 有沒有說實際什麼時候會開始 還有會怎樣做法呢 阿慧 我想你說的就是 我們那個網絡安全的工房演練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特區政府 為了加強我們一些政府部門 還有一些公營機構那些系統的一個網絡安全 的一個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 或者容許我講詳細一點 其實我們整套計劃 就是我們有三重的安排 第一重的安排 就是說當然一定要加強各個部門提供服務的時候 他那個電腦系統我們叫做他那個自己的一些自我監察 那其實我們按我們的那個網絡安全 或者是系統安全的一個要求 其實每個系統每兩年都要做一些網絡安全的一些審計 和一些私隱的評估的審計和一個檢查 那這個我們是要部門是由一個高層的同事 去監察著這個審計的情況 因為他不可以再當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技術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直接牽涉各個部門 他提供服務的一個核心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重 那之後呢 我們的辦公室其實也都會積極籌備 就是說我們要為一些重要的系統 尤其是面向互聯網 就是他那個風險比較大一點 還有他提供一些比較是直接民生的服務的 影響的層面大 那我們就會安排一些我們叫做突擊檢查 又或者一些是不定時的一些我們叫做漏洞的測試 和一些的掃描 那這個其實主要就是說 等那些我們可以預先發現 如果某一些系統 他的那個保安漏洞未做足 又或者有時候一些新發現的漏洞 他修補得未足夠的話 我們的同事或者我們的檢查發現先的話 那就可以叫那個部門可以早些收報 就好過由那個黑客去發現 那這個就像一些定期的身體檢查一樣 那這個是第二重的 那我們會叫做全天候這樣去做 透過一些自動化的一些系統 那第三重就是我們的網絡安全的工房演練 那這個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風險為本 我們就選每年就選一些政府部門的系統 或者一些公營機構的系統 就參加一個叫做工房演練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其實就是在一個實際的環境裏面 一個實戰的安排來的 那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就會安排有一些叫做紅隊 就是負責做攻擊的 藍隊就是負責做防守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場地 好像你當作一個霸場那樣 那我們就是一個control 一個有控制的環境 那這個紅隊就會向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提供一些工具給他 他就可以用他的方法 用他的好像當是一個黑客那樣的心態 去嘗試去攻擊那些系統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不影響那些系統的正常運作 但是他們的攻擊是從一個實際的場景去做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受管控的場地給他 那還有就是我們可能整個過程裏面 可能是三天 那三天他們都不可以離開那個場地 我們提供食宿給他們 那這些就是一些白帽子黑客 那而藍隊就會是進駐在參與的部門那些系統那裡 那讓他們協助他們提早偵測到一些 譬如說有一些攻擊的情況來了的話 他怎樣去預防 其實整個安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到 我們的部門那些系統前線的操作人員 他那個預防攻擊的意識和那個應變能力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吸收到一些經驗的話 那他便可以不斷地提升他的系統的防禦 說到怎樣防禦,我們稍後廣告回來繼續說 2024巴黎奧運 今天,九叔九台ViuTV極戰現座 下午霸黎奧運火拼時刻 港隊四位游泳女將將出戰女子四成一百米 四色接零 而乒乓球女子單打上演冠軍金牌爭奪戰 去到晚上,霸黎奧運真勝一夜 緊貼田徑場上多過金牌的誕生 在操場館將上演三個單項決賽 ViuTV,全城奧運,全城狂言 澳門新豪映會水上樂園WayFest Epic 一個有得玩水又有得聽歌的戶外濕身音樂節 8月18日,最強歌手陣容傾力演出 與觀眾互動零距離 多款套票由澳門幣1588起,火速撲飛 LG CORE Zero All-in-One Tower Combi 清空無線二合一 不要讓地球暖化繼續下去 不要讓極端天氣成為新常態 要在2035年前將碳排放量減半 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 日欲爭取時間 失衡源頭減費 節約能源 綠色出行 檢視現時的生活習慣 再由身邊每個細節做起 扭轉習慣,一起減碳 邁向碳中和,創造更宜居的環境 現在很多生活的大小事 都已經電子化 科技帶來方便 不過近年政府以及公營機構的 電子系統不時出現問題 6月,機場發生電腦系統故障 4月,考評局推出的監考2 和報道已失靈 去年,區議會選舉 電子選民登記者故障等 當智能系統失靈 生活可以有多大影響 又如何減低系統失效的影響 經外線,星期日坎12時5 ViuTV 再到公開,永遠最愛 它不僅硬,這個有點舒服 解鎖全新地區 網友擊退 Encore的貼地之類 55日 我剛才完全不相信 Panda正軒日本 WingWing企劃 已然8月12日晚10時半 訪問影片 電話40,人生的Magic Out 我現在來到香港國際機場 準備出發去巴黎直擊奧運 上機之前 當然要在機場的打卡熱點 多拍幾張照片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樣飛去巴黎 就記得參加我們的雜氣電視照片 參加者將會有機會得到 由香港國際機場送出的 雙人來回香港巴黎機票 歡迎回到大明大方 我們今天請來了 數字政策專員黃子光先生 跟我們剛才說到 政府接下來的下半年 將會開展一個工防演練戰 可否說一下其實是不同的部門 會是怎樣輪流參與 一起參與 還是最快的部門是誰 什麼時候開展呢 現在我們正在做一些 詳細的籌備工作 我們通常都會以風險為本 就是挑選一些 可能是比較大型的 有大型的服務系統的部門 透過他們參與這個工防演練 以及我們都會邀請一些大型的 例如提供公共服務的一些公營機構 由於做一個工防演練 他要準備功夫都很多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只會選擇 可能是大概十數個 一些政府部門的系統 或者是機構的系統去參與 最主要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做 按住部門的系統的風險 然後我們就邀請他們參與 這樣 有沒有說哪些機構開展呢 因為好像不同的公營機構 或者部門 其實都有很多應用程式 例如大家現在正在使用移通行 或者好像早前民憑市的監考二 報道二都有出現過故障 康民署的租場的應用程式 Smart Play 都很受歡迎 但是又有些人就說 可能有些外掛程式用來炒場 在這些方面 政府這些會不會都立即 首階段就首先進入了 這個工防演練戰裡面做了 還是有沒有什麼政策局部門會先行 其實我們當然會按它過往 一些部門的系統的穩定性 再加上也都有些部門 就是主動舉手想加入 因為它都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訓練 就是訓練到前線的同事 那個在工防演練裡面的一些 譬如說遇到事故的時候的應變措施 這個容許我暫時賣個關子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邀請部門 還有做一些準備的功夫 所以就希望可以盡快公佈一些詳細的資料 因為其實我們接下來 8月、9月開始 甚至會有一連串的宣傳活動 再加上我們就會邀請到一些國內的 在這一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專家 來幫我們做一些指導 做一些訓練 由於整個安排 參與的部門都要有很多準備功夫 所以都是要看一看部門的資源 和他們的優勢 這個我希望透過每年都安排的話 我們可以每個部門都有機會去參加 和你亦都可以受惠到這個工房演練的好處 大概有沒有說多少年是可以所有的政府部門 或者是供應機構都做到一次 其實最主要就是按照系統 剛才你提過有些系統 我們最主要為何叫做風險為本呢 其實就是看系統的規模 複雜性 和它提供的服務 是否接觸到很多的市民大眾 或者是對市民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 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近這幾年都參考了內地 在這一方面的經驗 他們在幾年前開始 每一個省市都會安排一些工房演練 變成透過那些經驗 我們就會知道究竟選擇什麼系統 還有那個演練的安排應該是怎樣 才正式可以令到參與的部門可以受惠 都想問在網絡巡查方面 其實接下來數字辦的工作 會不會有多少人去負責網絡的 這個保安巡邏 關不關我們說的國家安全方面的事而事 還有也想問一下 剛剛說到幾個公營機構 或者政府的應用程式都出過一些問題 接下來會怎樣去監督 或者會不會有一個敏擇的機制在那裡 怎樣確保 我們說的推動數字化政府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市民使用一些公共服務 其實我們想著安排的一個 抽查也好 或者是一個漏洞的政策 其實最主要就是針對那些部門面向公眾的系統 我們就會不定期地去負責 檢查這個系統會不會有一些 保安漏洞或者一些風險 我們就提前 提早就是去提示那些部門做個防禦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協助那些部門 可以加強它那個系統的防禦的能力 以及預防一些網絡攻擊 主要說部門開發系統 其實我們本身已經有一套很完善的機制 就是協助部門去怎樣去 由系統的構思 招標 到設計開發 尤其是在推出之前的一個 我們叫做壓力測試那裡 現在我們就是經過一些之前的經驗 我們都優化了這些措施 那麼要求部門是設實執行 還有就是去確保它那個系統推出之前 就是做足了這些的安全的措施 以及一些壓力的測試 那麼無求令到那個系統推出的時候 就是更加穩妥 更加是可靠的 那剛剛講到 就是數字辦都會想做一些整合的措施 就是可不可以講一下 數字辦就是對於市民來說最迫切 會不會說實際對於市民的生活 有些什麼方便了 或者例如大家現在說的 那個自方便的應用程式 會不會說什麼時候可以 將所有的政府服務 真的整合在同一個應用程式裡面用得到 其實自方便就會是我們 接下來大力會推動的一個平台的服務 正如我剛才介紹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就是有一個整合的平台 令到不同部門的服務 都可以按照市民的需要去分門別類 放在這方面的平台上 我們其實就是不斷地做一些更新的 以及提升的工程 接下來我們很快就會有一個 新的一個版面 就是令到我們按照市民的使用 或者那個需要 就是分門別類的把那些服務放進去 我們在做一個積極的研究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用自方便這個平台 就可以將部門的那些 譬如說一些不同的應用程式 整合了 放進去 就等於好像一些小程式一樣 我們要求部門做小程式 放進去自方便 其實有一個好處 譬如說對市民來說 它就有一個平台 它就可以看出不同的服務 對市民在用不同的 譬如說手機的型號也好 或者是操作系統也好 它只需要用一個自方便的程式就可以了 而對部門來說 它也不需要開發那麼多 按不同的手機程式 就開發那麼多不同的類型的 版本的應用程式 它只是按自方便的需要 就開發一個接口就可以了 這個也都對它日常的維修 保養都會大大減輕了 它那個工作的壓力 也都變了就不需要說太多 不同部門的手機應用程式 就是市民都不知道 究竟找哪一個 才拿到它那個服務 我們就可以在自方便 就真正正正做到 一網通辦的安排 接下來我們希望可以 明年年初就會推出一個 這類的 譬如說小程式的一個這樣的標準 讓部門可以改善它的系統 想問一下小程式 有沒有說哪些會率先納入 舉例如大家現在說的 組織民憑市的監考易 或者康民署的租場的Smart Pay 還是易通行 會不會都屬於首階段 會納黑納入 其實有很多時候 部門開發了一些應用 其實它本身核心的運作 其實都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們都要按看部門的情況 然後我們提供了一些標準之後 它就可以按那個標準 更新它的系統 不過當然我可以看到 將來再有些部門說 我想開發一些新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會嚴格叫它遵守 就是一定要用一個自方便 作一個統一的平台去做 這一方面我們會把關 研究的系統就會可以慢慢更新 然後轉到同一個平台 都想問一下 政府之前都研發了一個 被大家俗稱為港版的 CheckGPT 叫做公務員的盟書輔助系統 其實想問一下有什麼主要的功能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開放給市民 或者企業去免費使用呢 其實這個我們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語言模型 其實就是我們透過特區政府 支持一些科研團隊去開發的一個平台 這個就是一個由科技大學領頭的一個大學團隊去做 現在它是在做一些大語言模型的一個訓練 它需要大量的數據去訓練 我們提供很多公開的數據給它 再加上最好就是一些實際的應用 然後測試 令到那個平台就更加是適合到我們使用 所以現在其實在創科工業局下面的一些 我們的部門 就大概有接近100個同事 就是日常應用的日常在做測試 以及協助它去優化它的那個平台 我們希望很快將這個測試再擴闊 去邀請其他不同的部門 以及政策局去做這個測試 希望可以那個平台就盡快可以訓練成功 可以給大家市民都可以有一個實際的操作使用 有沒有說幾多年左右有得用 我們就很心急 我們希望看看會不會它那個平台如果是訓練得差不多 起碼都可以叫做畢業 然後就希望可以明年我們可以初步 就是我們可以 這次可以